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觉得我身体被她占据的快死了 我一直用意志力说 我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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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蔡爱诚 40岁马来西亚籍艺人爱诚 2020年7月 跟爱情长跑10年的王童 登记结婚 前阵子才开心 庆祝结婚两周年 17号早上10点多 却经传在新北市租屋处坠楼身亡 中午接近1点 爱诚的遗体运抵板桥殡仪馆占存 后续将由检察官进行相宴 所以你是爱我到底的意思 当然啊 我爱一个人就是爱到底 据了解 爱诚近期心情不佳 16号晚上来到与王童的共同租屋处 但是王童今天上午要到宜兰工作 找来两名教会朋友陪伴爱诚 当时爱诚独自在房间 教会朋友直到听到救护车声 才知道发生汗事 而爱诚近期也发了书篇负面贴文 生前最后一则写道 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把一个人的温暖 钻递到另一个的胸道 让上次烦恶做烦心出梦想 艺人爱诚2009年 在超级偶像第二季 以冠军身份出道 出演过的新兵日记 《小德记一早》 《君阁交唱桥段》 至今已累积1600万点月 2017年爱诚开始经营副业 投资200万在西门丁开设爱乐沙餐厅 新乐沙酱跟鸡骨先熬个两个小时 之后这个调味料才可以下去 这个野浆只是让那个汤更滑顺 它不会让你有一种很野奶的味道 无奈遇上疫情 粉店如今只剩请承接一家 当时他为此压力达到 血压表升180 心跳120 晚上还向王通喊话 你不要睡 我明天可能就看不到你了 你看油油亮亮的皮 而且还有你用藜麦饭 对 下约 哇 你现在全部都用藜麦饭下重本 我们不是亏 我们不是亏 自己在500万吗 你还有钱买藜麦 事业起起落落 感情走得坎坷 艾成曾经罹患忧郁症 躁郁症 暴饮暴10到90公斤 最严重的是2016年 他透露自己重鞋40天 我谁才爱成 我怎么有办法解答开发廊 任何的一分一秒 都想要去自杀 去跳窗 去撞车 马上结束 当时精神病院不修 爸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好教会家人 王通的不离不弃 艾成才走出低潮 而他与王通等好友共组的 北七乐团 原本将在9月举办演唱会 如今只留给粉丝无限思念